大家好,欢迎来到新一集的偏方小百科,我是阿Ken 今集想跟大家探讨一个问题 就是刀牙根 很多人其实也有做这个叫做小手术 就是刀牙根的小手术 其实刀牙根其实有很多害处 今集我就逐一逐一跟大家分析一下 在我们讲之前,希望大家如果是喜欢我们这个频道 我们这个频道是每个星期会出两至三条片 是讲关于健康的资讯的 如果你想收到我们的资讯 就记得在右下角按这个订阅键 如果觉得我们讲得好的就按个like 还有按钟 如果有需要给其他人知道的 你可以按一下share 事不宜迟,我就马上讲一讲 刀牙根有什么问题呢? 通常如果你要刀牙根的情况 大部分人都是因为牙痛 牙痛其实有几个成因 有时是会神经痛 有时就是你那个牙周病 你的牙肉移高了 导致牙神经是外露了 那你就会痛 神经你不停在没有东西包住 你只是喝水又碰到神经 吃东西又碰到神经 那你就会觉得痛 另外一个情况就是 你那只牙已经住了 那里面的牙根那里有些发炎 那你就会痛 那好了 那到牙根其实是什么程序来的呢? 其实很简单的 这个小手术很简单 就是这一幅图 你看到你的左手边 第一那个位置 即是那只牙 其实牙根最深处的位置 其实它有些发炎 那你发炎 你就自然感觉到神经发炎 你就会觉得痛 那刚才我说的那几个原因 一是牙周病露了 那个牙神经出来 一是注牙 那有某些情况是会 它突然间 它的神经疏了 自己痛都不出奇 那但是这个比较少见一点的 那但是我们现在说 通常性就是因为注牙 那好了 那到牙根怎么做呢? 就是很简单 它就是用一个转 一路转转转转 转到第二幅图 转到到牙脚那里 那它就其实基本上 转的时候 你转到那么深 它就顺带弄死了你的神经 那就是说你的血管和神经 在那个位置转到那么深的情况 是已经被转烂了 那好了 第三幅图 它填一些物料进去 有时它会搭一条桥 就是好像一条桥的梁 就是搭一条梁下去 接着做第四那个 就把一些物料进去 就变成像你的牙似的 那好了 问题又来了 其实大部分 到牙根的问题 就是在于 你将一只健康的牙 其实我们很简单想 你就会想到 这个问题在哪里 如果 譬如现在 假设 因为如果你度完牙根 之后你的牙就死了了 其实是尸体来的 就是本身它是有生命的 牙有生命的 就是它里面有血管 它里面有神经线等等 很复杂的 里面有很多牙 里面有很多孔 它是Live 就是它是生存着 它是有生命的 但是问题就是 如果你度完牙根 你转到那么深 你转死了神经 转死了它的血管 问题就是 你那只牙 就算你盖了一块 你那只牙的样子 没有变过 你做出来的牙 也是一只牙 你看到好像健康的牙齿 但是问题 其实这只牙 就已经是一个尸体 就是死了 如果你去想一下 问题在哪里 你就会想到 假设一个人去雪山 他那只手 冻死了 壞死了 那只手 它慢慢会变黑 医生 不是通常 一定是要 切掉整只手 坏的组织 要切走 否则手 是会 一路感染你全身的 你很快会死 好了 其实 刀牙筋的概念是完全一样的 即是说 你没有理由 用一个已经死亡了的一个 组织的尸体 仍然黏在你的身体里面 那会导致什么呢 有很多问题 好了 我现在续讲一讲 有一份报告 叫Okabi的医学报告 显示 72.1%的人 导完牙筋之后 都会出现了一个 菌血症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其实是很简单的 就是 你导牙筋 我给你一幅图看看 你 新的东西进去 ok 跟着 他就会 顺便杀菌 然后 跟着 盖上东西 那问题是出在哪里呢 那问题是 你杀菌的过程 其中有87个人 导完牙筋之后 即是一个实验证明 87个人 导完牙筋三年后的健康明显下降 是因为 我给你一幅图看看 他们用什么去杀菌 就是用一种叫做 sodium hypochloride 去消毒 但是发现消毒完之后 牙齿仍然有50%细菌 好了 这幅图就给你看到 那个消毒完的牙齿里 用显微镜体 其实还有一批东西 但是 那批东西全都是细菌 问题就是 如果你 没消毒完 因为也没可能完全消毒完 为什么呢 譬如现在我转了一个很深的孔 好了 我接着用一些化学剂去消毒这个孔 但问题就是 你消毒不到牙齿里面 很微小很微小的管道 即是等于衣服图的管道 里面的细菌和病毒 是没可能消灭到的 最多你杀到一半 即还有一半 那一半会变成什么东西呢 它就会变成 由一个 要养的细菌 变成一个 艳养的细菌 即是无养菌 但是无养的细菌 它是很毒的 即是说 其实它在那里 细菌 在那里吃 在那里吃 那问题出于 就是 如果你 变成了 艳养的细菌 它其实在牙里面 那个孔里面 它是会不停繁殖的 好了 问题出来了 由于你不知道 那只牙的50%里面 是什么细菌和病毒 它是不停在里面生长 不停滋长的了 那么 有很多人 倒完牙根之后 它是 仍然有50%细菌在那里 就会令到你身体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 Aneurobic bacteria 就是 艳养细菌 这个艳养细菌 其实 就是会令到你身体 长期低度发炎 在1900年 有一个 牙医 叫George Madden 他负责 研究 杜华根 这个手术 医生的其中一个 他就出了一本书 叫Rude Cannell Cover Up 就是说给人听 杜华根究竟存在什么问题 这个本书已经写得很清楚了 最通常的问题就是 会有些什么出事呢 就是有关节炎 心脏病 消化问题 退化 癌症 其实癌症 很多人 尤其是乳癌 这个是Research 得回来的 就是 原来乳癌 和这个 杜华根 是很 有密切关系的 另外我再说 就是 降低你的免疫力 因为你长期身体 你不停在 轻微发炎 另外 就有老神经问题 二型糖尿病 都关系 其实还有很多很多 我这里已经没有列表出来了 那么医生会怎么处理呢 譬如 很简单 你现在 你去 你倒了牙筋 那你就不知道 隔了几年 其实那个厌氧细菌已经是开始 开始进入你的血液里面 就是 它经过微小的血管 其实它是回流 进入你心脏 然后你心脏就泵到周围 那你哪个器官弱 那哪个器官出问题 那譬如 你现在 你长期有关节炎 长期有关节炎 那你去看医生 医生就很简单 就开一些抗生素给你吃 消炎药抗生素 就不停给你 但问题就是 你真的有炎症 或者你有肺炎 你开了一些antibiotic 开了一些消炎药 你的肺是会 抑制到那个炎症 但问题就是 它短暂杀死了 源头在你的肺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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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你隔一段时间 你又来过的 很多时候 那个问题 我们看到 通常西医 就会叫做奇难集症 其实就不是奇难集症 当你找回源头的问题 所有问题就解决了 如果你现在 你真的 你牙痛 你如果牙痛 医生跟你说 叫你到牙根 就真的不要乱来 因为 到牙根 我可以百分之一百跟你说 你之后身体一定会有问题 是大大小小的问题 大还是小的 如果你的免疫力是厉害的 那可能 这个问题就迟些出现 如果你一向都是弱的 可能就是 你一拨就搞定你的 另外 很多癌症的病人 这个我也是说 一些癌症的治療 如果你是一些 自然疗法里面 就算最出名 最出名 地球最出名 譬如有一个叫Hoxi Hoxi Clinic 跟着另外Gersen Therapy 这些癌症最厉害的治療法 他第一件事都会问你 你有没有水银牙 或者是这个 杜华根 如果有 他一定叫你脱掉才能搞得到 如果不是 没得搞的 因为就算你现在医好 就是刚才那个问题 如果肺是发炎的 假设你是因为杜华根的 那些燕氧细菌 令到你长期肺低度发炎 就算你怎样医肺 你医好可能三两个月 一年 你跟着肺 那只癌症 存够一些 癌菌 流到你的肺 你的肺又发炎过 你永远解决不了问题 包括关节炎也是 如果大家 有现在我 在螢光幕列出来的所有问题 你就要留意一下 你究竟有多少只 杜华根在你的口腔里面 如果你真的这么不幸 你真的 又有杜华根 又有我现在列出的问题 就没办法了 最简单 你就问一个 你可以在网上找一个 叫Holistic Dentist 即是自然疗法的牙医 香港有一个半个 就非常贵的 在中环 很贵 台湾就比较便宜 如果你真的有这样的问题 我建议你 你去台湾找 是便宜很多 我想三分一价钱 三分一价钱 你可以找到 你就去处理 可能你要脱掉 然后你就做一个搭桥 搭桥的意思就是 譬如你中间的牙脱了 即是他脱了 他就利用左手边 或者右手边的牙 就做一条桥梁 就把套套套进去 你脱掉那只牙 没办法的 有些东西你一定要去取捨 可能你会觉得 没有那么方便 或者咬东西没有那么有力 但是起码比你心脏病症癌症 是不是 如果你真的有这样的问题 你真的要很认真去思考一下 你是不是有这个 杜华根的问题 因为杜华根是没得搞的 你可以改善一点 但是你没得 因为牙罐里面 它进入得很深 那些菌 你真的清洁不了 就算你 甚至你说油泡沫 你多吃一些抑身菌 其实都是无补于事的 最重要是你真的要 断绝了那个来源 但是如果你没有杜华根 医生叫你杜华根 你千万不要 要么你脱掉 好了 我们这一集 其实就说杜华根的问题 是非常严重的 如果大家有兴趣 你想知道 我就将我们今天的 所有研究的料 我放在这条YouTube底 大家如果觉得 好像我讲得不够详细 你可以按进去的连续 慢慢看 所有医学报告 我都放在这里 如果觉得我们讲得好的 你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个like 或者按一下钟 如果你有需要 有人是有身体有病的 有肚子有肚子的 你就麻烦你分享给他 那今集先说到这么多 那我们下集再探讨一下其他问题 拜拜